从金碧小住别墅区回来 丽贝觉得脸色音质极了 一直走到紫金园的门口 他才鸣紧了博纯 打开了门 刚走到玄关 就听到吃宝贝奶声奶气的声音 女人 我今天帮老师做了小红花 老师夸奖了我 那 你看 我的每日意见反馈本 他踩着大拖鞋 把记录自己每天在幼儿园表现的反馈本 交给了吃恩恩 我看看 吃恩恩放下手里面正在做的事 接过去翻到了今天那一页 果然 老师在上面写了 他在幼儿园帮忙做的事情 还在表现的那一栏上 贴上了两朵小红花 吃恩恩合上了小本子 见他一副明明很想被夸奖 还要装出淡定的样子 忍住笑 摸了摸他的头顶 夸奖他 我家宝贝好厉害呀 只是比其他人多了一朵小红花 也没有多厉害 他微微抬起下巴 壮丝无意地说 吃恩恩马上理解到了 其他人都只有一朵小红花吗 这话正问到了吃宝贝最想说的 他还装出了不满意的样子 指责致恩恩 女人你都不关心我 连幼儿园里表现好贴一朵小红花 表现不好不贴都不知道 他当然知道了 他装出不知道 还不是为了迎合他想臭屁的小心思 吃恩恩在心里付菲道 面上还是故作惊讶 表现好 只贴一朵小红花吗 那你今天怎么有两朵呢 吃锦臣的小脚踩出了小八字 微微地抬起了漂亮的小下巴 又有一种具傲的感觉 当然是因为我表现得非常好 我家宝贝好厉害哟 吃恩恩捏了一把他粉嫩嫩的小脸 弯起了眼睛 下次再接再厉 吃锦臣却是撇撇嘴 跟小大人一样的吐槽 我知道 老师只是用这一些小红花骗小孩 听话的人有 不听话的人没有 这样我们就会相互比较 争着当听话的小孩子 他也看得太明白了一点吧 他既然知道了 为什么还高兴得到了小红花 拐着弯地让他夸奖他呢 吃锦臣仿佛看出了他的疑惑 大眼睛机灵地眨霸了一下 聪明极了 当听话的小孩子 可以被老师夸奖 爱护 如果有不听话的时候 老师也会选择 相信平时很听话的小孩 所以为什么要不听话 不听话又没有好处 吃恩恩满头黑线 吃宝贝 你的脑袋瓜子里 除了好处之外 就没有想点别的吗 其实我们做一件事情 不一定非要有好处才去做呀 当然要有好处才做 没好处 为什么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呢 持锦臣小小年纪就知道 什么叫做固执己见 有那个时间和精力 我还不如去做 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呢 他这样想 长大了不还得变成一个 唯利是图的人 吃恩恩在想着 怎么给他举例子 那你对若若呢 也是有好处才和他玩的吗 那个大鼻涕虫 吃锦臣的脑海里 浮出了一个穿着公主裙 圆圆的苹果脸 天天跟在他屁股后面 叫哥哥的小女孩 小眉毛一拧 不愿意地承认 我是为了他爸爸才跟他玩的 谁让你一开始不告诉我 我亲身父亲不是一个不要脸 不负责任的男人 不要脸 不负责任的男人 悬关口的丽北觉脸一黑 本来该很生气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被吃宝贝童颜 无忌这么一脚 他的心情反倒是轻松多了 客厅里的两个人还没有发现 他回来了 正在大眼瞪小眼 吃恩恩率先 输在了他理直气壮的小眼神下 岔开丽北觉 是一个不要脸 不负责任的男人这个话题 后面呢 后面你知道了你爸爸不是 还是在和若若玩啊 我看你们的感情挺好的 并没有被影响啊 那是因为 吃锦臣卡住了 他嘶笑非笑地挑了挑眉 因为什么呀 因为你也很喜欢和若若玩吗 没有 他才不喜欢和怪力鼻涕虫玩呢 韩小若那么幼稚 那么笨 还过躁得烦人 作为一个女人 一丢丢的矜持都没有 自从上一次跑到男厕所 偷看了他上厕所之后 把他有小鸡鸡的事情 到处去宣传 还跑去跟幼儿园里的 露露老师说 要不是露露老师骗他 跟他说 长了小鸡鸡的 长大了会变成英雄 要保密 他指不定 会当着幼儿园所有人的面 把他的裤子扒下来 给其他人看看 他长了他没有的 神奇小鸡鸡 但从那以后 他再也没有能够摆脱 韩小若那个跟屁虫 那个跟屁虫笨死了 别人说什么 他就相信什么不说 还老是用崇拜的眼神 看着他 他一用那个眼神看他 他就知道 他那个脑袋瓜里面 在想什么 肯定又在想着 长大以后 会变成英雄的事情 真的没有 我怎么觉得有啊 你明明就很喜欢 和若若玩的 在金市幼儿园的时候 天天都和若若 待在一起 池恩恩不相信他 池景臣被问得极了 嚷嚷道 那是因为他老是跟着我 赶都赶不走 原来你连一个小女孩 都赶不走啊 池恩恩就是故意的 他家天才儿子有多聪明 他已经逐渐地了解了 就他诡计多端的小脑袋 随便想一个办法 也能把韩小若赶走 怎么可能赶不走呢 明明就是他不想赶走 还不承认 池景臣白嫩嫩的小脸 长得通红 恼羞成怒地哼急 女人 你就是想要让我做事情 不要光看有没有好处 你直说就是了 干嘛一定要揪着 韩小若那个鼻涕虫不放呢 池恩恩给他哼哼唧唧的 嘴巴里塞了一颗葡萄 弹开手 特别无辜地道 我直接说了你也不听啊 我只能举例说明了 我怎么知道你这么在乎弱弱呀 提一提你就这么激动 大不了我以后多注意 不提了 池景臣被他堵得小脸 仗得通红通红的 又找不到反驳的话 哼急地咬了一口嘴巴里的葡萄 哼了一声 踩着大拖鞋转身往回走 好难不跟女斗 我不跟你争 他是男子汉 要包容女人 特别还是自己家里的女人 对 就是因为这样 才不是因为他辞穷了呢 池恩恩看着他 跟斗气的小公鸡一样 气呼呼地 要去冰箱里面拿牛奶 木然地注意到了 玄关处多了一个人 吓了一跳 利 利北绝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站在那里多久了 怎么没有出声呢 但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